中国和印度、希腊一样都是语言学的摇篮 与西方相比 中国传统语言学有什么特点 中国语言学研究能否纳入欧美模式 中国古代语言学简史作者 四川师班大学教授李树豪 近日接受了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我们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 那么在古代即便是放到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领先的 但是西方人出的关于语言学史的这些书籍文章中 基本上可以说没有提到中国 他们的传统是希腊、罗马这样下来的 有的时候他们也提一点印度的语言研究 因为印度的古代的语言研究也是比较出色的 偶尔有的著作提了一下阿拉伯人的语言研究 唯独没有中国 我在复旦大学的这个老师的普先生的看法 他说这我们不能怪西方人 应该怪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没有向外推荐 中国传统语言学在两汉时期正式建立 西汉语言学家杨雄创作的 游宣使者绝代与识别国方言 则是中国第一本方言学著作 李舒豪表示在18世纪以前 世界没有一部方言学著作能与杨雄的方言比肩 杨雄这个方言应该说 是世界上第一部方言学著作 从时间来讲 它比西方早了1700年 另外从方法上来说 它是根据实力的调查 然后经过人理 研究人理 基本上和现在西方的 这个方言地理学 这种步骤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个也大大的领先于西方 李舒豪提到 中国语言学史上 有两次大规模的外来影响 且都对外来的研究方法 进行了有选择的吸收 谁说这个宗教佛教传入中国 那么在这个时候 那么印度的语言学也就传入了中国 那么大大的影响了中国的英文学研究 印度古代的梵文 梵语是属于印欧语系的 它是属于曲折语 我们汉语属于汉藏语系 属于孤立语 那么这个语法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此我们就没有吸收印度的语法研究 第二次印象呢 发生在明代传教士 他们向东方向亚洲传教 他们也把西方的拼音 这个文字的拼音 带到了中国 对中国的英语学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五四运动时 曾有人提出摒弃汉字 全盘西化 而百年来 世界对中国语言学的研究 也常常忽视中华民族的民族特点 与历史传承 李树豪认为 由于世界上不同的语言 都有各自鲜明的民族特征 每一种语言都有他自己的结构 且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也不相同 因此其研究方法自然也应该有所不同 当时提倡全盘西化的人 认为中国的语言研究 也应该走西方的模式 甚至于汉字都要废除 这个今天来看是不对的 那么今天国外的语言学 又非常大的发展 这个著作很多 各个流派也很多 那么我们需不需要学习呢 当然需要 但是我们还是要经过一番选择 我们中国的语言学研究 不能够完全套用西方的那些方法观点